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走巴方 米兰的这一天是最累最长的一天 完全迷失在米兰的大街小巷 全城都是靠公共交通 有地上地下都非常方便 我们今天买的是24小时的公共交通的票 7.6个欧元 算了一下,这个票对我们来说是最合算的 参观完大驾堂以后 我们是在这里吃的比较晚的一个午餐 哇,这个披萨是我这一生中吃的最好吃的披萨 吃了午餐以后 觉得去参观最后的晚餐还有一定的时间 所以我们从餐馆出来 就直接登上了这个公共交通 都不知道它是多少路 这个车呢,它是一个电车 地下还有轨 我想当然的就觉得 它是一个还着米兰市转的一个打巴 结果呀,给我们带到了不知道什么样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在米兰第一次的迷失 完全不知道去哪儿 不知道用多久 再来说一说公共交通的车票 车票呢,如果你乘坐一次 可以买2.2欧元的车票 在90分钟之内可以随意坐 我们在米兰的时间呢,安排的有一点紧张 想着一大早就出发 参观大教堂 晚上还要去参观最后的晚餐 中间呢,肯定要坐车到处看一看 参观完晚餐以后 肯定也要乱赚一下 觉得7.6欧元的票真的是太合算了 一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小教堂 都非常的漂亮 可惜只是没有机会进到里边去看看 貌似这些教堂虽然看着不是太大 但是级别却不低 我们在大巴上坐了将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觉得它实在是没有到终点站的感觉 于是就在格拉托索利奥下了车 这属于米兰的第五大区 一个以高楼和较大的居民区而闻名的区域 这也是我们在米兰能够到达的最南边的地方 在参观完了最后的晚餐以后 我们又乘上公交车 来到了我们能到达的最西边 从建筑的风格 和家居的特点来看 这个区似乎是更富有一些的一个区域 你看看 每一个阳台上都是植被丰富多彩 打理的都是精巧细致 拐角处又会给你许多的惊喜 都是这样别具风格的夹角式建筑 一楼二楼的窗口也经常吸引着你 经过时尚商业区的时候 路上的行人也是熙熙攘攘 两旁的橱窗展示着世界顶级品牌 最新的时装或珠宝 每一个窗口都如同一个小型的艺术展览 精致优雅散发着奢华的气息 这个名字就散发着同臭味的百货商场 是意大利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 据说成立于1926年 然后我们就跟着公交到达了 我们所能到达的最北边 斯福尔扎古堡 这里似乎是当年的宇宙中心 它周围的所有的建筑都是成弧形 紧紧地围绕着它 这时已经是近黄昏 红色的古堡在阳光的照耀下 光彩夺目 朔朔发光 古堡白天是开放的 但是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过了开放的时间 而且也已经是身心疲惫 都没有力气走到古堡的正前方 只是在它的侧面和后边转了一圈 这座古堡始建于14世纪 许多的房间都有精美的内部装饰 据说其中最著名的 是达芬奇的一个天地块 据记载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这里也遭受了严重的轰炸 古堡受到了破坏 战后这里得到了重建和修复 便准作为博物馆使用 据说这里的著名的藏品 包括米开朗基罗最后的雕塑作品 和达芬奇的一些手稿 紧邻它的就是森皮奥内公园 是意大利米兰的一个大型的城市 绿地 这里是风景如画的英式园林 安排了山丘和谷地 不规则的花坛和路径 有池塘和水渠 种植着树木和灌木 凸显了它在米兰人心中 休闲中心的作用 再往前走 就可以看到坐落在 新普森广场上的和平之门 也叫做和平凯旋门 和平之门是一座新古典主义的凯旋门 高度有25米 宽24米 装饰着许多浮雕 雕像和柯林斯柱 大门的顶端 有一个青铜雕像群 中心是一辆马车 车上又代表着和平女神的雕像 四周则围绕着骑马的士兵 这些雕像不仅突出了和平之门的主题 还展示了米兰 作为一个重要城市的荣耀和力量 从中心的拱门望出去 刚好可以看到斯福尔扎古堡 漂亮的塔楼 这里也是人来人往 热门非凡 据说和平之门所在的地区 也是米兰夜生活的中心地区之一 此时呢 已经感到凉爽的风吹来 离开森提奥内公园 也是该吃饭的时间了 路易这个车也被吸引到了 这是一款法国汽车制造商 雪铁龙所推出的超小型电动汽车 AMI 是专门问城市驾驶而设计的 尤其是和狭窄的街道和短途的通勤 驾驶它居然都不需要普通的驾照 我们最终还是决定步行来到中国城吃饭 真是给我们了一个很大的惊喜 因为在意大利吃饭 很多时候我们点四个菜都觉得不够吃 量比较小 而这里的量真是巨大 门口竟然还有一个充电桩 两个车正在这里充电 还有一辆是特斯拉 在这里喝了茶 吃了饭 休息了一会儿 觉得缓过来很多 于是决定在中国城再转一转 看到很多餐馆的门口 还依然是挤满了排队 等待吃饭的人群 这里真是热闹非凡 虽然时间已经不早了 但是很多商家还依然开着门 原本呢 还有点担心这里是不是有安全问题 结果 不安全的感觉一扫而光 还鼓励了我们 还鼓励了我们觉得 嗯 还可以回到米兰大教堂 看一看夜景 再补一补 没有去维克多爱门纽二世 拱狼转一转的遗憾 这里更是车水马龙 维克多爱门纽二世拱狼 也是灯火通明 很多人把这里称为购物圣地 是商业与艺术融合到极致的典范 据说这里有每个来米兰到访者的足迹 如果说意大利是购物者的天堂 那么米兰便是当之无愧的雪拼之都 感谢有这么多人 在这么晚了还陪着我们一起来转 不然我们只能完美地错过了 这个四层高的拱狼建筑 两条玻璃拱顶走廊 交汇于中部形成了八角形的空间 中间是一个极尽奢华的玻璃穹顶 这条拱狼街按照意大利语的原意 就是画廊的意思 它真是无愧于它的名字 就是一座实至名归的艺术馆 天顶上是奢华的玻璃圆顶 精致的浮雕和壁画 而中间就是各种名牌商品 地下则是漂亮的马赛克镶嵌 最后一定会停留在都林的公牛 游客们排着队 等候着在公牛的稿丸上 转上三圈 给自己带来好运 已经是深更半夜了 还是人生顶沸 谢谢您的收看 这就是我喜爱的米兰 我们下期再见